没有人完美 我们只有九九点七 爱乐电台FM九九点七 数位平台无远福建 好戏登台 请您上座 生生婉约 百转千回 带您追溯昆曲艺术的前世今生 不止有好戏 欢迎收听台湾第一个昆曲广播节目 不止是昆曲 本节目由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赞助播出 开启人文生活美学新风貌 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来到不止是昆曲 我是刘嘉宇 我想不论是在艺术 在文学的创作当中 爱情好像都是触发这些艺术家们 他们在创作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就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 台大中文系的康玉梅教授 来到节目当中 康老师你好 嘉宇您好 康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这个题目 我想大家其实都知道这个故事 西乡记的故事 好像在我们戏曲的舞台上面 也常常看到有这个故事 但是老师今天不是要来跟我们分享西乡记 老师要帮我们追溯到更源头 也就是在唐传奇的时代 大家都知道西乡记的主角是崔茵茵 所以那个时候 这部作品好像叫做《茵茵传》是不是 对 那《茵茵传》好像是在唐代最有名的三大爱情故事之一 对的 它跟《李娃传》跟霍小玉传 常常被大家说是唐代传奇里面三大爱情故事 是是 那我们也知道唐代是跟后来所谓戏曲新盛的明清时代 它们的价值观或它们整个社会环境氛围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就很好奇了 那当时的《茵茵传》跟我们后来所知道的西乡记 理论上好像应该也是要有点不太一样 那嘉宇你就问到一个关键的地方 那我如果就是简单的来划分的话 就是唐传奇的《茵茵传》的结果是一个悲剧 然后我们看到《西乡记》它却是一个大团圆的 这样子的一个结局 所以是迥然不同的 那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情节内容是不一样的 因为后来经过了很多的这个改编的过程 那但是唐传奇他自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 所谓的非常精彩的这个小说文本 是 老师刚才也私下跟我聊到说 你非常喜欢《茵茵传》这个故事 好 我可以这样说吗 就是茵茵传 就是我一直在研究唐传奇 茵传是我最爱的一篇唐传奇 最爱 对对对对 是什么样的原因 让老师这么爱这个茵茵传 今天就要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 那我想先介绍一下茵茵传 那茵茵传呢 它的作者是袁枕 那大家都知道袁枕大概以诗歌为著称 是 那大家也知道所谓袁青白鼠 它跟白居易并提 是袁合体诗风的一个代表 那可是袁枕却留下了一篇唐代小说 就是唐传奇就是茵茵传 如果现在研究者的一个研究结果没有错的话 它可能是唯一留存的一篇 那这篇虽然只有一篇 但是它的影响却是非常大的 鲁迅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里面特别提到 就是说在唐代小说里面的作品不多 但影响最大的 它的代表的人物就是袁枕 所以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艺术形式 在这个情节的构设 人物的性格的形式上 都有非常非常精彩的这个表现 而且还有丰富的内容意涵 所以在宋代的人就用传奇来称呼它 所以就注意到它是很奇的一篇这个文本 而且宋人就已经很多人非常喜爱这个音音传了 根据这个当时这个赵令志 他的一个说法就是 世代夫呢都常常引以为佳话 然后还有就是连这些所谓的唱女呢 也是反复的在这个歌友调说这样的一个故事 所以后来赵令志就把它写成了 这个一种原为之吹音商调蝶恋花词 一个古字词 就是把它可以用音乐的方式来表现 就是这个蝶恋花词 所以它就是变成了一个 讲唱合体的这样一个故事 那这个故事呢就会影响到后来的一个戏曲 因为它已经可以述诸音乐了 那于悦就是一个清代的学者 特别说这个商调蝶恋花词是 南北西乡的一个先河 他是这样来说的 所以这里面最重要的关键是到了 今代的董谢元 他西乡记的诸功调 他把原来的音传的故事 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然后还有呢 这里面的男主角的名字就变成张军锐 因为在原来的故事里面就叫张生 对 那还有一个我要特别提一下 就是在这个董谢元的西乡记 诸功调里面 他保留了 李生曾经为了这个音音传写的音音歌 就是我们有提过 在唐传奇里面有一种歌型与诗歌并做的传统 所以就是原整写了这个音音传 然后李生他的好朋友 李生写了音音歌 那音音歌现在善意了 但是他有几首保留在这个 董谢元西乡记的诸功调里面 那这个董谢元的西乡记 诸功调就影响了原杂句 王师傅的这个 崔音音带乐西乡记 就是我们大概最知道的一个 最典型代表的一个杂句的西乡记故事 那这个也是音音传的一个影响 那还有经过这样子的一种音音传的故事 经过这样后世不断的改写演化 他也变成一种文化现象 文化现象 对 男女主人翁呢 张森跟音音都成为了一种典型人物 那在中间这个穿针引线的红娘 成为一种类型人物 我们现在都还说这个所谓的媒人 就叫红娘嘛 所以他们都变成了一种文化符马 有特定的文化意涵 那另外我们从小说史的角度来看呢 音音传的内容里面有诗歌 还有书信 还有议论 篇末还有一个议论 这就是唐代小说文背重体的一种典型的文体的一个形式的代表 文背重体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这个宋代宋人 有一个叫赵燕卫的 他特别提到就是说唐代小说里面 往往会出现了所谓的史财 诗笔跟异论 所以就是一种文背重体的一种文体的特色 那还有就像我刚刚说的 这个他也是一个所谓歌型跟传奇的一个并作的典型的一个作品 我们以前提过了有长恨歌 长恨歌传 还有李娃传 其实也有李娃行 就是一个中唐文人这样一个并作现象的一个代表 还有如果从这个小说的主题类型来看呢 音音串开启了后世才子佳人小说的一个先河 因为文本中男女主角一见钟情 以诗传情 护证礼物 还有诗定终身 这都是后世才子佳人小说的重要的情节单元 所以发现他在叙事的形式美学效果上面 都非常非常的这个杰出 那也影响了后世的文学文化 非常的深远 所以真的是唐代小说的经典 那最主要的是 音音传蛮挑战人的阅读的 就是我自己觉得读音音传其实是难度蛮高的 为什么呢 因为回到音音传的文本 就会发现他有两个特色 这两个特色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个特色就是所谓的反主题 反主题 对 就是说作者有很明显在后面的议论的部分 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要写音音传 可是我们读者读了这个音音传 却觉得他的那个目的好像是汉格的 是矛盾的 就觉得他讲的跟我们读出来的主题是完全不同 最后会说我为什么要写 那他的原因的动机跟我们阅读的那个效果 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第二个特色就是 在他的小说里面有一种情节跟人物性格的一种汉格的现象 就是我们常常看到人物的行为 可是我们在情节的这个讯息当中读不出来 他为什么这样做 就形成了我们说的 在小说阅读里面所说的一种情节的空缺 所以作为读者的人就要去补白 就是要把这个空缺补上 自己用想象力吗 对对 所以要推理 就是要从这个上下文的这个文本里面来推理 所以音音传本身就有一种扑朔迷离的特质 它会给予读者很大的诠释空间 我个人认为呢 音音传到西香记 从这个悲到喜的翻转 这个翻转其实也是对原故事的一种诠释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看 就是历来对于音音传的讨论 形成了一种众生喧哗的乐闹景象 所以凡是涉及音音张生的形象 圆整跟张生之间的关系 都特别值得我们注意 是是 所以老师刚才有特别提到说 音音传跟我们后来所知道的 这个大团圆的西香记是完全不一样 到底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呢 这个故事为什么会这么吸引您呢 好 好那嘉瑜那我们就一起跟听众朋友 一起来读一下这个故事好了 因为这个原因要从头来读一遍 可能才能够知道他的一种 体会出来 对他的一种魅力何在 这个故事呢 设定在唐德中的真元年间 那这个故事一开始呢 跟很多这个唐代小说一样 因为他是标局某某传 他当然从人物先讲 可是他非常的特别 他虽然是音音传 可是他从张生先讲 对 那就跟李娃传也是从这个新阳生先讲一样 好那故事的开始呢就说这个男主角张生呢是一个性温貌美丰容的人 就是他是一个很有气质的帅哥应该这样讲 可是呢他就特别说到他是一个蛮 我们讲蛮坚实的人 就是他行为呢都一定要符合礼法 他不随便的 比较闷 很轻啊 就是这样讲 所以他就常常跟朋友在一起宴会的时候 那别人的行为其实都很放荡 可是他非常非常的拘谨 然后他都不会急于乱 就是他行为都合乎礼法 所以在文本中特别说他23岁还未尽女社 就是他就是一个很矜持很遵守礼法 那就有人就问他啦 为什么 然后他就说呢 登徒子就是不是一个好色子 我们常常不是说登徒子好色吗 是宋玉的好色妇里面 他说登徒子不是一个好色的 他说他是凶行 凶行 对就是很应该讲说是一个很跟色完全不着边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怎么讲 是所谓对女色毫无无欲之人 不是不是 他说登徒子的凶行就是说他的行为太可怕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登徒子的太太很丑 可是登徒子竟然还跟他生了五个孩子 这就是一种凶行 所以你就知道张珍是一个绝对的外貌协会 对对对 所以他在后面讲说我才是真正的好色者 但是我没有遇到一个美色的女子 从来没有碰过 所以他不愿意跟女生在一起 并不是他不愿意没有欲望 而是他没有遇到一个美丽的女人 还没让他心动的女子 对没有遇到那个家人 是 对所以他说如果我遇到了一个物资游者 以前我小的时候看那个电影广告 都常说是金法游物 现在不敢这样讲 因为这个太物化女性了 对对对 可是这个物资游者真的是一个美丽的女人 他说如果我遇到了物资游者呢 我一定会流连于心的 我不是一个忘情的人 所以故事一开始先介绍张珍 其实是铺了一个梗 因为他到后面就让他乱的 就是那个美丽的女人出现了 所以这就是故事一开始 然后接着故事就叙事 张珍在浦这个地方 那在一个浦东 就是在浦就是在今天的山西 浦的东边有一个浦旧寺 他就在那个地方寄遇 那从后面的文本看出来 他在这里寄遇的原因 我想大概是准备科举考试 因为唐代的世子 往往借寺庙来准备科举 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刚好有一个吹氏双妇 吹氏双妇就是吹音的母亲 他们要回这个长安 也路过了浦州 就也在这个寺庙停下来了 那故事里面特别讲说 这个双妇他姓郑 那刚好跟张生的母亲一样的同性 所以他们好像就是一个远房的这样的亲戚 所以可以说是张生的一个姨母 对 这个很重要 就是等一下会 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 故事的发展有重要的原因 好像一个远房的亲戚的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 故事就把发生的地点给讲出来了 那接着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在浦州 就是当时有军人作乱 那吹氏双妇的这个家呢 他们是非常有资产的 所以带了很多财产在身边 还有很多奴仆 因为他们非常的恐慌 所以因为张生跟蒲这个地方的军人 有一些认识的朋友 所以他就请了人来保护吹氏一家 所以吹氏他们才没有遭受到什么样的一种破坏 迫害 那所以这就是一个 这个他们之间有了一个所谓的 张生对吹氏有恩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是等于救了他们 对对对 然后就因为这样子呢 然后吹氏他就特别就宴请了张生 那他特别就觉得他的弱子幼女呢 就是被张生来这个保护拯救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宴会场合呢 他就叫他的儿女出来用哥哥的名义 我们刚刚不是讲吗 他是一个姨母 所以用哥哥的名义来这个见面 尤其这里面有一个少女 他更因为这样子而合情合理 就是说可以用这个哥哥的名义来见面 那这个故事也觉得蛮妙的 就说这个茵茵就是崔氏父的这个女儿 她就用生病不肯出来 然后这个妈妈呢就非常的生气 就说张兄保尔之命 不然的话你就被掳走了 你还嫌弃什么呢 所以茵茵就脱了很久 就终于出来了 他出来的时候呢 没有什么打扮 就穿了一般的衣服 然后呢 可是虽然没有打扮呢 可是却非常的亮眼 但是他的脸就是红红的 就是双脸消红 然后就感觉他非常的美 所以文本里面就说 他颜色艳逸光辉动人 就虽然他没有什么打扮 但是非常非常美丽 擦脂抹粉 脸色红润 对对对 双颊消红 那张生就惊威电人了 这就是他遇到的一个美女 那因为这个茵茵有一点 被母亲扮强迫了 所以他就整个人就是 我们就是用现代话语来说 就是一张臭脸 一个dirty look 就很不开心 名替怨绝 文本也是这样形容的 然后张生问他几岁 他也不回答 由他妈妈来回答 张生跟他讲话 他完全都不理 对 然后张生就很疑惑 然后因为这一次的见面 张生就非常的喜爱他 可是他要如何来表达 这个情感呢 他就没有途径了 那这时候有一个重要人 就好出来了 就是红娘 就是蜜蜜蜜的婢女红娘 在这里面就是叫红娘 然后这个张生就透过他 来表达他的情感 当他跟他说的时候 他听到这个事情 就吓得就跑走了 红娘第一个反应 就是跑掉了 结果后来又在遇到的时候呢 张生就觉得自己很羞愧 说出这个话 和人家的婢女都吓跑了 然后他就不说了 他就不再提这件事情 可是这个婢女很有趣 他就主动的去跟这个张生说 他说你跟我讲的这些话 我不敢跟我们家小姐讲 那你为什么不趁着 你对这个吹家有恩德 就跟他用明媒正取的方式 去说亲呢 是 然后这个张生就把他的心理的感受 就说出来了 这句话真的是一个急色鬼的表达 然后他就说呢 我从小就不愿意跟别人苟合 就是不随便的 我跟一些女生呢 如果有一些应酬来往呢 我也不特别注意 为什么我不会乱呢 凡是行为都合于理呢 最主要的原因 我没有遇到一个漂亮的女生 可是昨天呢 我在那个宴席上 我几乎不能够把持住自己了 他说我这几天呢 我都不想吃也不想喝 我都忘记怎么走路了 我好像不能够撑锅一天了 然后如果我再借由 没人啊 那才问名啊 这要弄好几个月 到时候我就变成了孤鱼肝 我就死了 他就说所我于孤鱼之事 这是用了一个庄子的典故啦 好就说我就会孤鲍而死了 好那我怎么办呢 好他就就把他的这个心理的话 全部都跟这个红娘说了 好红娘就说我们家小姐 真胜至宝 就是很以贞洁来致辞 行为很谨慎的 好所以呢 虽然是她的长辈都不能够用 不合理法的话来冒犯她 所以我们家小姐是非常合理法的 那何况我是一个下人 更难了 这里面红娘就是很厉害的 这里面她提出来一个关键 也就是茵茵的灶门 她说不过呢 我们家小姐呢 很喜欢写文章 而且呢 常常在读一些这些书籍里面的 这些诗文呢 常常表现她的怨慕之情 所以这个是一个关键 她透露了小姐的秘密 而这个小姐的秘密 其实就是茵茵 她其实已经是一个怀春的少女 所以她在读古这些所谓前人的 典籍里面的诗文 从这里面怨慕则久之 就可以知道她读的一定是 跟情感有关系的这些文章 诗歌 好 所以她就跟她说 不然你就写诗来乱她 就是说 撩乱她 去打动她 她用以情诗来乱子 就是用情诗来打 她真的是用乱这个字 对对 她真的是用乱 真的在这个故事文本里面 常常出现乱这个词 它是一个关键 她说不然就没有别的办法 我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知道 为什么后来人家敲红娘 就是那个媒婆 或者媒人穿针影线的 这个迁情则 就是她把这个东西 透露出来的就是一个关键 等一下我会说为什么 然后果然这个张生就写了 两首春词 在这边非常有意思的是 阴阴传的文本里面 会出现很多诗歌 这个诗歌呢 凡是张生写的都不会出现 他或者是书信都不会出现 出现的主要的是阴阴的 所以这个春词的内容 没有引述出来 在文本里没有 但是这个春词顾名思义 春天一定跟爱情有关 一定是爱情的内容 对 那更有趣的是 原整的诗歌里面 就有春词 对 所以很多人就说 其实张生就是原整的治愈 从宋代以来 很多人做了考证 说其实这是一个 原整的一个自传的作品 就是他自己把他的一个情感的经验 写成了这个故事 原来音音传跟原整之间 可能有这样一个非常特别 而且密切的关系 但是故事聊到这边 我们邀请康明明老师 跟听众朋友们 先稍稍休息一下 我们在节目后半段 在为大家继续进行音音传的故事 音乐 沙 一亮相 沙丁大 彩顏映天雨 雨昏昏昏 娘 红娘 拉 你看月明明明月大空 家去家家 家下空 他口的嘴嘴 他口的嘴嘴 嘴嘴嘴 他口的嘴嘴 嘴嘴嘴 他口的嘴嘴嘴 他口的嘴嘴嘴 嘴嘴嘴嘴 嘴嘴嘴嘴 浮動 爆雪的陰宙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欢迎您继续回到不只是昆曲 我是刘嘉瑜 今天在节目当中 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台大中文系的康宇梅教授 来跟我们聊聊 唐传奇当中非常知名的 这段爱情故事 音音传 那么刚才老师提到了 弘扬点出了非常重要的重点 就是音音她非常喜欢读文章 所以张生就托弘扬 带了两首春词给音音 于是呢 故事就开始进入了 越来越高潮的地步 对 由于这个春词的这个传递 然后音音就有了回复 那当天呢 这个红娘又来了 她就来了一个采签 就给了张生 她就说 这是我们家小姐写的 那他们家小姐写的呢 大概也是《思想记》里面 最关键的一首诗 就是明月三五夜 就是戴月西乡下 迎风护半开 扶墙花引洞 一世遇人来 那这个也是在《思想记》里面 一个很关键的这个诗歌 他们就沿用了这个文本 唐川喜的这个文本 我们看这首诗呢 他的题目叫做明月三五夜 然后戴月西乡下 很明显就是一个约会诗 然后就有时间地点 迎风护半开 扶墙花引洞 一世遇人来 所以她就是一个 蛮明显的一个约会诗 所以张生就看了 这样的一个内容呢 就了解了她的意涵 所以到了这个明月三五夜 就十五这一天呢 她就爬了那个墙 就是在这个催世居住的地方 东边有一棵杏花 可以攀缘 然后她就在这个晚上呢 就爬这个树 就到了音音住的西乡 然后就发现那个门 就是半开的 可是她没有看到音音 却看到红娘睡在那个床上 她就很惊讶 然后红娘就问她说 你为什么来 她说是你们家小姐叫我来的 后来红娘就赶快进去啊 然后张生就在那边等 觉得今天晚上一定可以 或计就是可以到手的意识 等到音音来 音音就穿得很端庄 而且脸色很严肃 然后就开始训斥了张生 就把她骂了一顿 就跟张生的期待完全不同 她就说 你对我们家有救命之恩 可是你不应该用淫义之词 叫我的仆人来传达给我 所以她说 你以护人之乱为义 可是你却略乱以求之 这是以乱亦乱 就是说你保护了我们免于 那个军人的乱 可是你却用这个淫义之词 来乱我 所以她说 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 她说我本来想 不理你这些淫义之词的 可是我这样就是一种包庇 这是一个不义的行为 如果我告诉我的妈妈的话 那我妈妈一定会责备你的话 我就是违背你 对我们家的恩惠 这是不祥的 老天也不会给我这个保佑的 那我想让这个我的仆人 就是这个弘扬呢 告诉你我的意思 可是我怕她不能够 真正的传达我内心的话 所以呢 我用了这样比赢之词 求其必至 就是我相信你一定会来的 你这个不合理的行为 难道你不觉得惭愧吗 希望你以礼之词 物极乱 讲完话就转身就走 然后张森就待在那里 然后她又爬墙出来 爬树出来 然后她就绝望了 她就想说没有希望 可是没想到三天后 她在睡觉 结果红娘带着枕头被子来 她说来了来了 你干嘛睡觉呢 然后她就擦起来 就擦着眼睛就坐起来 好像在做梦一样 然后突然红娘就捧着茵茵来了 那茵茵就娇羞龙也 你不能孕肢体 跟那天晚上的端庄 完全不一样了 那这个晚上呢 是十八码 所以文本里面特别讲到 斜月金银 幽灰半床 张森飘飘然 且宜神仙之徒 不畏从人间置疑 就觉得那个月亮照在 那个斜月照在床上 张森觉得好像神仙来了 就是一个会仙的过程 为什么也叫 这个故事就叫会真记 就因为原整也写了一个会真诗 等一下我会讲 那这个真就是仙的意思 他们把这个晚上 就比喻成是一个会仙 神遇神仙的过程 会遇神仙的过程 然后接着就快乐时光 很快就过了 结果不久呢 那个势中就响了 就鸣叫了 天就亮了 然后红阳就叫 阴阴赶快走 他就把阴阴又捧着回去了 然后这个晚上 他们几乎都没有交坎 就这样经过了 这样一个美妙的过程 那我在这边特别提一下 这个描写是非常特别的 因为原整几乎用了一个 所谓的蒙太奇的手法 就是他把那一个交欢的过程 用月亮照在床上 然后到早上的中明 就是他用一个场景来代替另外一个场景 中间的过程就跳过去了 他没有特别的去说什么 这就是一种蒙太奇 我们看在电影里头 对 原整早就会用了 在那个 这个 这个 唐代的时候 然后 我们再来看呢 这个很美妙的是 张生就看到天色亮了 就起床 他就自己怀疑 这是一场梦吗 这是很原性的反应 因为太美了 是一场梦吗 然后到了天更亮的时候 这边有一个描写 我觉得是 阴阴传非常抒情的描写 他就看到了这样的景象 赌妆在壁 香在衣 泪光盈盈然 由淫于阴形之上 这什么意思呢 赌妆在壁 看到了那个妆色 就是那个化妆品在壁榜上 是阴阴的化妆品 在他的壁榜 然后阴阴的香味 在他的衣服上 然后那个阴阴的泪光 可见那个晚上阴阴哭了 是 然后那个泪光 好像还在那个阴席上发亮 所以这是用具体的物 来讲那个过程的情感 而且很隐晦的 很抽象的 又写意的 把他们交欢的事实呈现出来了 是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惊讶 唯美的一个文言的表达 这是音音传很迷人的一个修辞 我觉得这是写的非常好的地方 然后又到了 他们经过了这个晚上以后呢 然后音音就突然失踪了十几天 这个也是故事没有告诉我们 为什么 就是他就不再跟张生见面 结果张生就写了慧真诗 就是那个晚上的慧真诗 很妙的是张生写这个慧真诗 是一个排率 有三十遇 很长的 在文本里面没有引述 也是没有 对 也没有见到 但是他写了这个慧真诗 内容是什么 我们也没看到 但是他就交给红娘 红娘又交给了音音 然后音音看到这首诗以后 他又跟张生在一起 从此他们就过着 朝隐而出 暮影而入的 所谓的一种同居的生活 他们就在西乡 这样子经过了一个多月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 很微妙的一个心理的过程 就是说音音的一个 延迟拒绝 到最后他自见整袭 然后还有到他最后 突然又经过那件事情以后 又十几天的失踪 到最后看了张生的诗 又出现 其实这里面就讲到了 一个少女 她的一个心理 非常微妙的过程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也许要追溯到 在见面的那个瞬间 她的双颊消红 然后她的一种臭脸的表现 都是在压抑她自己的情感 因为就如同红娘说的 她其实已经是一个 怀春的少女 她羡慕在文章中 那种美丽的爱情 她也希望自己的感情 有所托付 我相信她听到了一个 这样子性温貌美丰隆的一个青年 而且还有一种英雄的形象 救了他们家 她其实在那个时刻已经行动了 她已经把她的这种 所谓的春情投射在她身上 所以这就是她为什么不肯出来见面原因 而且出来以后 她故意要很严肃 但是她的脸是红的 所以她其实在见面的当下 她已经动情了 所以她写那个明月三五页诗 我猜测是她看到了那个春池两首的时候 她真的动心了 所以她那个是她真实想见她的反应 可是当张生来了以后 她又后悔了 她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个人的情感情欲 跟这个社会对一个女子理法要求里面 她在摆杠着 很矛盾 对 她就好像我们有一个所谓的 这个黑天使 黑天使一个魔鬼 那就在拉扯 可是当她赐贺她用那个物极一乱来 贺赐张生的时候 我个人认为那是她对她自己说的 她同时在骂张生 可是这也是她自己说的 可是当她知道张生可能再也不出现的时候 她又很怕 她再也没有办法看到这个人 或者跟她有一些情感的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她后来投怀送抱 那她投怀送抱自见整齐之后 我想她又陷入到了一个 一个很强烈的自责的情绪 毕竟她冒犯了这个社会的理法 她踩了那个红线 那踩了这个红线 可能她自己的选择 可是她更在意的是 我踩了这个红线 张生会不会用真感情来对我 会不会好好的珍惜我 她会怎么看我 对 她会不会很爱惜我 会给我一个很好的最后的一个结果 所以她躲起来 她是在整理自己的情绪 其实这个也可以从一个比较人类普遍性的一个理论来看 其实弗洛伊德也提过 她说一个女生在失去了她的处子之身的时候 她会若有所思 她觉得她自己不再完整 她会有一种畅往之情 我想她在处理她很复杂的情绪 那她最在意的是张生会不会好好对她 所以当她看到了那个惠真师的时候 她觉得张生是真心对待她的 所以她又出来了 又跟她们又继续的这样子 维系了一个所谓的情爱的关系 是 对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少女非常曲折的一个 她内心在社会的礼法跟个人的情侣之间的一个拉扯跟摆档 是 但是这些在其实原整她的故事里头 她并没有讲白 她是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所以就像柴米一样 对 你必须要从那个情节里面去 前前后后的去把它连贯起来 这样子 对 是是是 好 所以透过老师的这样子 带着我们走进了这个故事当中 让我们看到了 不只是故事表面发生的状况 还可以从这里更深入到创作者想要表达的这一对相互爱慕的男女 他们其实内心彼此都有非常大的不论是在社会礼法或是在自己对爱情的这种追寻摸索以及挣扎 好 听到老师描述到这边感觉好像到这边为止都是整个故事是非常美好的 但是老师特别有讲到音音传这其实是一个悲剧的故事 对 所以表示说后来的结局其实不像我们在西乡记里头所看到的是这么的美好 那至于这个悲剧的故事会怎么样发展呢 我想我们就留在下个星期的节目当中 我们再继续请康宜梅教授来为我们好好的来分享这个故事 那但是在节目最后我们就一块来欣赏一段乐曲 那这段乐曲呢 赵老师的说法 它虽然是发生在西乡记里头的一首琴曲凤求黄 但是好像在音音传里头 它的状况是有一点点小小不太一样的 是的 因为西乡记到后来会特别去强调了这个张军瑞 他因为音音的母亲就是反悔 就违背了当初就说平乱就是把孙非虎这个抢亲 就是要抢音音的这个这样子一个他们家的一个劫难 如果能够把它化解的话 他就把音音嫁给他 可是他最后就是用兄妹来界定他跟音音的关系 所以他们就没有就后悔了后悔 所以后来张森就非常痛苦 然后他就得了严重的相似病 然后他谈了这个琴曲 那但是在音音传里面也特别提到了 我们刚刚讲到了他看到音音他就几乎不能够正常的这样子的生活 甚至生命都无法 还会变成了一个孤鱼竿 然后还有就是他被这个音音训斥了以后 他就非常的沮丧 他就觉得非常的绝望了 那当然这个凤求皇可能跟那个司马相如情挑卓文君是有关系的 那我们知道在后来音音写给张森的信里面 也有听到了君子有原情之条 大概也用了这样的一个典故 是 好 所以在节目最后呢 就邀请大家一块来欣赏《西香记》当中 琴曲这一则里头的凤求皇 我们所听到的是粤媒体老师所演唱的版本 那么今天非常非常谢谢康宇梅教授 谢谢 谢谢 在下个星期的节目当中 我们再继续请康宇梅教授来为我们分享 在唐传奇当中非常有名的音音传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个星期天晚上同一时间再会了 拜拜 带我再弹一曲《风秋花》 有美人心见之不忘 一日不见喜四只如梦狂 风飞到墙兮四的海旧花 无奈家人心不在东墙 长千代女心悲俗中长火日 千许细细为我彷徨 愿一眼陪得喜四首相降 赏心乐视 不只是昆曲 给您精致美好的艺术盛宴 本节目由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赞助播出 开启人文生活美学新风貌 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利店 主持人文化 优优独播剧场7-677 本节目由建国工程文化 优独播剧场9-317 军优独播剧场7-100